您好,我是刘奶爸 在心想事成的秘密法则里面呢 有三件事情 是可以非常的有效 让你能够达到心想事成的这件事 达到你的梦想 有哪三个秘密呢 第一个就是帮助别人 助人 只要你帮助别人的话呢 你的心想事成就会很容易的实现 那第二个呢 是接触正能量的环境 也就是你不要把自己 身陷在与那些负面能量的人在一起 你尽量跟有正能量的人接触 很阳光的 很容易有笑容的人 然后思考很正面的人在一起 这就是你的环境 你要跟这些人在一起 第三个就是充满感恩的心 你可以每天去列出三件事 十件事 一百件事 你要感恩的对象 要感恩的人 或者要感恩的事情 甚至是要感恩的东西 不见得是有生命的东西 都可以当成你感恩的对象 那基于这三 三个秘密法则呢 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 然后呢 我也能够帮助你更多 那我将提供什么 什么样的帮助给各位 就是我们都知道行销很重要 那当然行销不一定是针对赚钱这件事而言 而是针对传达理念 具备高度的影响力这件事 如果你懂行销的话 你就可以让你的言行 让你的理念可以传达到无远佛界的全世界 甚至我们讲到宇宙观也是 如果你能够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那就表示 其实你跟宇宙已经接轨了 那我底下呢 会介绍 最近的很火红的LINE行销 LINE AT生活圈的行销 有很多朋友在问我 跟LINE相关的许多问题 因为现在LINE已经是在台湾 已经变成全国最多人使用的沟通工具 那我们会把它当作我们的行销工具来使用 可是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人会针对LINE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想要透过一个60分钟的影片 来为各位解答很多LINE的问题 那这个影片呢 我在录制完之后呢 会送给大家 免费的送给大家 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做一件事 因为我现在还在做试验 就是一个良好的沟通工具 应该要怎么使用 可以达到它最大的影响力 好 底下呢 我先简单讲解一下 我要提供给大家的这一个赠品 分享给大家的这一小时的课程里面 我要讲哪些东西 我会迅速的带过 好 以下就是我的简报 那这个60分钟简报里面呢 包含我的自我介绍 我快速带过就好 那这些自我介绍里面有 我之前曾经参加过的活动 还有去电台分享的一些事情 或去其他公司或电视台录制的影片 那如果你加入我的LINE8好友的话呢 我会每天送你一部网路行销的影片教学 那这个就是我的LINE的ID 那第一件事情我要请你帮忙的就是 如果你还不是我的LINE8的好友粉丝的话呢 请你看上面这个ID 小老鼠JOF8332W 或者是你拿你的手机开启你的LINE 然后用扫描QRcode的方式 扫描底下的这个QRcode 或者是用搜寻ID的方式 输入小老鼠JOF8332W 然后赶快把我加入你的好友 那我每天晚上的8点呢 周一到周五就会送一个网路行销的教学影片给你 我会自动推播到你的LINE 你就可以收到 那之后呢 这60分钟的教学课程里面 我会提到LINE的这个生活圈 它对你有什么帮助 而且它怎么应用 那底下呢 就会我大概的把这个简报带过 那这个简报呢 我也会一起送给你 就是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会仔细讲解这个简报 它如何介绍这个LINE 它底下有这些简报我都会送给你 我迅速把它带过 LINE的生活圈的重点功能介绍 它可以制作什么样的图文并茂的内容 或者是它怎么样可以和你的客户一对一 或者是自动的去做应答 还有它如何让你的好友加入你的LINE 如何宣传你的这个LINE生活圈的账号给别人 还有提供LINE的生活圈的一些成功案例的代表 那他们呢 这些成功案例 他们怎么去应用这个LINE 然后达到他们的业绩倍增的方法 那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像康健杂志 他们这种很大型的媒体 他们也运用这个LINE运用得非常好 然后LINE的生活圈呢 它有一些产品的规格介绍 就是它需要什么样的费用 或者是为什么它临远啊 那最后呢 我会告诉你 除了这些之外 怎么去加粉丝的其他的方法 然后还会告诉你 Jeff Walker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发售这本书 为什么会成名 为什么他可以一周赚进三百万的秘密 那还会告诉你网络行销最痛的八个失败点 我会解释你 然后再告诉你重点技巧有哪些 如果说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工具 达到一周赚进三百万的目标的话 那这些书中的知识呢 我们其实都可以用一个懒人包的工具来实现 那懒人包到底是什么 好 这些就是我在60分钟之内会交给你的方法 然后呢 我会希望您帮我一件事 帮我做什么事呢 好 如果说你在 你已经加入我的LINE AT的粉丝的话呢 我会请你做一件事就是 当你收到的讯息的时候啊 我会希望你打开你的手机 收到讯息的时候 请你按上面的这一个 房子小房子的符号 然后你点一下这个小房子的符号 点开之后呢 你会看见我之前所有的 我之前所有发表过的文章 我之前所有发表过的文章 那我会希望你在第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 不管第一篇或第二篇 你可以底下有个分享的按钮 这个分享的按钮 我会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分享 按一下这个分享 然后呢 分享到你的动态消息 点一下动态消息 分享到你的动态消息 然后你在这边 这个勾勾点一下 好 这样就完成了 你要帮助我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实验呢 因为 你看 刚刚分享你按了之后 这边就会有分享2 那如果我现在发这个讯息出去啊 可能会有一千个人看到 那这一千个人看到呢 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 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去按 但是如果有一百个人去按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在我按我这个流奶爸 网路行销教学的这个人头啊 点下去的时候啊 你可以去看到 目前的粉丝数量 在这边 这样看不清楚 我先回去 我的私人号 我先回到我的私人号 回上一步 然后我点这个大头 就会看到目前有七百七十二个粉丝好友 如果今天晚上 或在明天晚上八点以前 如果这个粉丝数量超过八百七十二个人的话呢 就表示这一千个人里面呢 有一百个人帮我分享的 他超过八百七十二个人 那我的目标呢 是希望有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人 就是这个粉丝可以超过一千个人 如果粉丝数量超过一千个人的话呢 我就把那个一个小时的 关于LINE的一些技巧分析啊 那个影片啊 长达一个小时的影片教学 分享给每一位我的粉丝 也就是说如果这边一千个粉丝 那这一千个粉丝都可以收到 那六十分钟的关于LINE的教学 还有一些网络行销的很多新法 我会免费赠送给这一千个人 所以如果您还不是这一千个人当中的对象的话 那赶快赶快加入成为这一千个人里面的粉丝 那怎么加入呢 就是我一刚开始说到的 刚刚的那个简报的说明 加入的方法 很简单 加入方法很简单 就是示范一次给你看 这是你的手机 然后把你的LINE打开 我从头开始做一次 首先把你的LINE点开 点开之后呢 按右上角的这个符号 然后按加入好友 如果你是iPhone的话呢 画面跟我不太一样 这个工具列会在下面 但是一样你再按这个三个点点其他 然后选择加入好友 加入好友之后呢 你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按行动条码 按行动条码 然后去扫描 去扫描QR Code 那你要扫的就是这个QR Code 扫描这个QR Code之后呢 就会跳出这个画面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好友状态 所以我会直接进入这个聊天室 如果你还不是我这个QR Code的好友的话呢 你会出现的是 这个画面 然后底下会出现一个按钮 是加入好友的按钮 那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一样按这三个点点 然后按加入好友 这时候呢 你可以用搜寻ID ID搜寻的方式 然后在这边输入小老鼠 Jof 8332 W 好 然后按这个放大镜 搜寻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账号 榴奶爸网络行销教学 那这边你会出现加入好友的绿色按钮 你就按加入好友 你就会成为我的粉丝 那我希望在透过大家的努力 透过你的帮忙 然后你的宣传之后呢 那我的粉丝可以超过1000个人 所以如果你还不是我的粉丝的话 你按这个方法加入我的粉丝 你会帮助我的粉丝 资料数增加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已经加入的话 你就去做我刚才讲的那件事情 因为一旦你加入的时候啊 你就会出现在聊天室里面 在聊天室里面你会出现我的一则给你的一个讯息 只要你一加入我就会送给你一个影片教学 就是怎么样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申请一个这个LINE AD生活圈的账号的影片教学 我马上送你一个影片教学 然后你只要点进去的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按这个人头 或者是直接按这个主页 这个home主页 然后你去选择一篇文章 第一篇或第二篇都可以 就在这边按分享 按分享 然后记得分享到动态消息 就是刚刚教的 你只要帮我分享出去的话呢 你就可以帮我传播这篇文章 那我做这个实验呢 想要跟之前做个比较 因为我之前是请大家说 你帮我转传 比如说转推荐 我之前是请大家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做实验 我之前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按这个人头 然后帮我按推荐 按推荐 然后推荐给某个群组 或者是推荐给好友 某个好友 然后按确定 他就会推播出去了 可是我发现 推荐出去的效果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你推荐给你的朋友 有很多人他并没有办法去选择 他的朋友到底有没有需要 网络行销的教学内容 所以他们随便乱推荐 那我的账号呢 会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直接秀给各位看 就这一个 LINE生活圈这个账号 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目前好友数有771个 我点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会有个 设为好友人数是771没有错 可是有效的好友人数只有715 那为什么会有落差呢 就是因为有人他加为我的粉丝之后 他又退出粉丝 所以会变成封锁删除的数量有56个 也就是说有56个人 他曾经加入成为我的粉丝 然后看到我的内容 他觉得他没有兴趣 所以他又退出 所以高达56个人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状况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我的内容不感兴趣 对他没有帮助 没有需求 因为他没有需求 所以他加入之后又退出 那这个状况我那时候观察 在什么时候发生最多 也就是说我在做活动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做活动 请大家帮我推荐的时候呢 加入的人很多 可是退出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知道那个实验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为了获得赠品 所以随便推荐 他随便推荐给一个人 因为他没有办法判断对方到底需不需要这个网路行销的教学 那当然有的朋友都很细心很热心 他帮我推荐的朋友他有筛选过 所以他推荐的对象呢 都很感谢我 甚至有的人会直接回复我说 啊很感谢你 那些讯息对我很有帮助 那可是有的朋友他是随便乱推荐 所以我发现这个方法不是太好 那在吸引力法则里面呢 其实最有效的是靠吸引的方式 也就是他对方看到了 他有兴趣了 他才加为好友 有兴趣才加 没兴趣的人不要加 那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退出的人数 所以我会这次呢 会请各位帮忙 会请您帮忙的 这个活动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用分享文章的方式 用分享文章的方式 就是个人账号里面 当你加入我的好友之后 这次呢 你不需要按这个推荐 这次不需要按推荐 而是按这个主页 而是按这个主页 然后找到第一篇文章 或者是第二篇文章 直接按这个分享按钮 然后分享到你的动态消息 然后再按这个勾勾就可以了 好 我就请各位帮我做这件事情 那只要 只要我的人数 粉丝人数可以破千人的话呢 我会希望 直接把这60分钟的影片教学送给大家 我会送给这1000个粉丝 好 我会送给这1000个粉丝 大家再看一下 你只要点我这个人头 你就可以看我的粉丝数量 目前772 又多了一个 如果你发现这个粉丝数量有超过1000人的话 我不管退出的人数 只要有这边有超过1000个人 我就全部送 我就全部送这60分钟的影片教学 我就全部送给大家 好 那现在 您收到现在这一则讯息之后呢 只要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教学影片 我现在这个影片 你就可以马上做这件事情 然后帮我冲到粉丝1000人 我就提出这60分钟的影片教学给各位 谢谢您 拜拜